醒目一拍咱们书接上文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准干尔部的头人巴兔昏太阶 哎 冰天了 在他主政时期啊 有效的遏制了俄国人的侵略 他找到了俄国人的软肋 只要发现俄国人跑过界来掠夺资源 那就是死磕到底 杀他个干干净净 可是还是那句话呀 再豪横的蒙古汉子 也有去见长生天的那一天 他死的那一年呢是1653年 他亲自在头死之前 就指定了接班人 哎 谁呀 他们家小五 他的五儿子 绰罗斯森格 要说啊 这巴兔昏太阶这一生 还是比较辉煌的 他奠定了准干尔韩国的基础 也就是说呀 他才是那个日后称霸西亚草原 准干尔韩国的奠基人 不过呢 既然咱们讲到这儿了 咱就得插一嘴 关于这个准干尔韩国这个词 很多的学者对他定义不同 有的学者呢 认为他就是一个国家 持这种观点呢 大概就是蒙古啊 俄国呀 和很多的西方学者 不过呢 也有学者认为 压根就没有过这么一个国家 那无非就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哎 这个持这种学术观点呢 主要就是日韩学者 那本朝的学者怎么看呢 哎 这本朝学者认为啊 他就是一个地方政权 哎 夹在这个两派的中间 所以说呢 虽然咱们呀 讲的那条主线是准干尔韩国 但是对这个政权如何定义 哎 您按照您自己的想法来 专家都没有准主意 更何况咱们说书的 听书的都是大一步老百姓了 这巴吐尔魂台级啊 算是找到了制约 俄国人男亲的办法 哎 可是他是儿子 僧格怎么样啊 咱们知道啊 这僧格呀 还有一个弟弟 那有人说不对 这僧格 兄弟可是不少呢呀 对哎 其他的兄弟们呀 都不是一个妈妈 只有这个弟弟 才跟他是同一个母亲 谁呀 就是后来呀 霍霍有名的准干尔韩国的大韩 绰罗斯的嘎尔丹 要说呀 咱们得讲差不多快二十级了吧 终于也快回到这嘎尔丹身上了 不过呢 既然讲到嘎尔丹身上啊 咱们这个系列也快进入到尾声了 那既然咱们讲僧格呢 咱们就先放下嘎尔丹布表 因为必定嘛 现在僧格才是这一地区的大韩 哎 他说了算 他弟弟嘎尔丹这会儿啊 没在家 那说嘎尔丹他干嘛去了呀 他呀 现在正在西藏拉萨当活佛呢 那有人说这嘎尔丹怎么还是活佛呀 至于他为什么是活佛 怎么成为的活佛 那是咱们下文书的内容 那今儿咱们要讲呢 就是僧格是怎么对内评乱对外扩张的 其实咱们讲啊 这个僧格他爹巴吐魂台籍 制定这个蒙古法典的时候 咱就聊了 你给这蒙古人制造一个法典说 不让那个跟坚强打架 那不是瞎说呢 我忘了是哪部电影了 反正挺有名的迷电影 一个蒙古族的老妇人呢 坐在羊毛毡上啊 那仿羊毛线 然后呢 一群这个蒙古汉子呀 在这个草原上啊 就开始斗殴 那这架打的呀 看着真事似的 就好像要吃了对方一样 旁边一个蒙古小姑娘说 那奶奶奶奶 你怎么不管管呢 这老妇人乐了 老妇人说男人嘛 干完活啊 就跑回来吃喝 喝醉了呢 就去打架 打完了 睡觉 也就完事了 这就是草原上男人啊 该干的事 蒙古人呢 本来就民风彪悍 到了这个瓦剌部啊 那就得加个更字 没事还找事打架呢 哎 更何况这巴吐尔魂台级一死啊 留下个隐患 巨大的隐患 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寒位 传给了你的五儿子 巴吐尔魂台级 本来呀 就不合草原礼法 要不然呢 你就效仿其他民族 让长子继承寒位 要不然呢 你就遵守草原习俗 让小儿子守夜继承寒位 哎 你都不进 你就喜欢你们家小五 非把这寒位呀 就传给了僧格 哎 即便是这样也不要紧 谁让你是爹呢 这事你说了算 可是啊 您这心也太偏了 简直这心眼子呀 就夹到嘎吱窝了 巴吐尔魂台级死了以后 把自己的牧场 以及所有的财富 大刀切白菜 是一分为二 其他那十几个儿子 哎 去分那一半去 这一半是留给 韩魏继承人分格的 那您想想 别的儿子能不烦吗 那没有实力的 抱胳膊跟一边忍了 有实力的可就不干了 这僧格呀 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一个呀 叫车臣胎记 另外一个呀 叫卓特 巴巴吐尔 这俩人呢 觉得自个儿 爸爸对财产分配不公 又不服这个武帝僧格 所以啊 撸胳膊挽袖子 就跟这个弟弟大喊 是吧 是吧 要不然是说呀 这天下的好人多呢 这会儿啊 就出来说话人了 谁呀 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那个 创造了瓦剌文字的咱 亚班地达 只要这个僧格和这两个哥哥 哎 这关系已紧张 这咱亚班地达就来了 是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跑断了腿 磨破了嘴呀 给这哥仨呀 讲这个民族大义 和这个蒙古法典的重要性 告诉他们 一定要遵守蒙古法典 是绝对要枪口对外 不能再内斗下去了 哎 有这么一个有学识的高僧 前后啊 帮着穿和这事儿 这哥仨把胸中的怒火啊 是压了又压 哎 还就真没怎么答起来 那有好朋友说 什么叫没怎么答起来 哎 小规模的摩擦是有的 不过呀 没造成大的流血事件 所以说呢 万无一礼 这内部一消停了 哎 那叫家和万事兴啊 所以说呢 无论是这个家业啊 还是这个国运 都有上升的趋势 就趁着这份国运呢 这僧格抓住了一个机会 撞到了自己的整个二部 您看这会儿啊 这新疆的厄鲁特消停了吧 哎 咱们得交代一嘴啊 那会儿还没有新疆呢 干脆咱们还是啊 称呼他们为墨西蒙古吧 这墨西蒙古啊 在这个大学者 咱雅般地达的调和下呀 哎 暂时的迎来了和平 这哥几个算是不打了 哎 这会儿的墨北蒙古乱了 怎么呢 他出了一个脚屎棍 那这人叫什么名字呢 叫俄林沁的罗伯藏 这俄林沁罗伯藏啊 是阿拉坦王朝的一个太计 他不服新上任的扎斯克图汉 他另立了一个继承人 哎 也叫扎斯克图汉 那这不是谋逆吗 首先呢 他违背了刚刚制定不久的 卫拉特法典 其次啊 让大家又想起了 当年草原上混乱的太师时代 所以啊 这草原上的大佬们呢 对这位 俄林沁罗伯藏就下了追杀令 哎 这哥们没办法了 知道自己犯了重路 带着自己的族人赶着牛羊牲畜 翻越了杭爱山呢 他可就要啊 出国躲躲 他躲哪去 他要到啊 叶尼赛和上游找块牧场带领了自己的部众啊 到那闷着密去 他是这么想的 这漠南漠北蒙古追杀我呀 跟你这个墨西蒙古没关系 哎 咱们这两家做一根啊 就不是一墨子 所以说呢 我从你这僧阁这借道而过呀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得了 得了 那么简单吗 在这僧阁眼里呀 他就是一块大肥肉 并且这僧阁抽他呀 还唠了一个厨师有名 这漠北蒙古的吐蟹涂寒呢 早就把公文发到了僧阁那儿 让僧阁呀 协助围追堵截这位俄伦逊萝卜萨 那说不了讲不起啊 想发财还没地儿找去呢 你这大肥羊从我门口过 我能不咬你一口 于是这僧阁呀 举步出兵 就抓住了俄伦逊萨卜萨 把他的财侃呢 大伙就分了 他的部众啊 就化尽了自己的准杆布 好家伙 这僧阁这下子 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这财呀 着实发的不小 这俄罗伯葬啊 也是草原上的一条光棍 翻眼看了看这位大寒僧格 说你不讲究啊 年轻人 你抢夺了我的财物 算你打了古草 哎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 罗走我的部众呢 那僧格一撇嘴说了 那你呀 违反了法典 那法典呢 是我爸爸当年领着人制定的 我呀 得遵守法典 对得起贪了人家制定的这部蒙古法典 这俄罗伯葬 说批 前两天我听说你们哥们还打仗呢 他这要不是有咱雅般地达 给你们从中撮合呀 哎 你们兄弟呀 那一定是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 然后我就是大放绝死 骂声不止啊 这僧格一瞧 嘿呦 你个老东西 都给你捆成这样了 你还敢骂街 你骂谁是狗呢 来人呐 掰一块 先给他尝尝 于是就杀了一条狗 撕了一块生狗肉 往这个鹅拉沁 萝卜葬嘴里填 这蒙古人呢 他不吃狗肉 蒙古人认为 这狗肉是最肮脏的 不像咱们这个汉族人啊 还有这韩国人一样 这天这一凉落啊 就好吃口香肉 所以说这蒙古人看谁 要是一吃了狗肉啊 他们就认为这人呢 是诛狗不如 这无疑是对这 鹅拉沁罗伯桑 最大的侮辱 那这就完了吗 没完 不但呢 把这老头关起来了 还剁掉了一只右手 哎 算是老头命大 最后啊 还真跑了 在青海啊 投靠了大清 参加了康熙皇帝 征讨嘎尔丹的战役 哎 带着自己的三儿子 在战场上 非常的骁勇 您想他能不勇吗 他跟这个准干人 他有仇啊 这凯尔丹的哥哥 僧哥 不但啊 把他喂了狗肉 而且把他害成这样 上吃了一只右手 所以呢 战功赫赫呀 就蒙阴了子孙 他的儿子们 都被封为了一等台戟 可是老头最后啊 没熬到捉拿住 杭尔丹最后育育而终 死在大营里了 这就是咱们故事当中的一个插曲 咱们讲他的目的就是要说明 这僧哥主政时期 这准杭尔部还是逐步壮大的 那说完了对内对外怎么样啊 这俄国人怕这僧哥比起当年怕这巴吐尔魂台集 那得加个更字 这巴吐尔魂台集是你来了 敢抢我东西 我就抽你 给你杀个干干净净 这僧哥呀 可不惯着那毛病 要说这巴吐尔魂台集刚死的时候 这僧哥正闹家务 对呀 跟那俩哥哥正磨刀祸祸的对着砍嘛 没工夫搭理这帮裸着鬼子 于是就派人交涉 想通过和平的途径啊 解决北部边疆的问题 嘿 这帮俄国人蹬鼻子上脸 不行 他们认为啊 这巴吐尔魂台集一死啊 就没有能人能抵抗他们了 于是就更加平凡的越境来掠夺财物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啊 这僧哥很快都就解决了自己的家庭问题 人家跟几个不打了 翻过手来 可就要对付你俄罗斯了 他和他爸爸巴吐尔魂台集 采用的战略方式不一样 哎 不用你来 我先找你去吧 把这个北部边疆这些俄罗斯据点啊 是逐个击破 并且放出话来啊 说你这俄国人再要敢跟我耍流氓耍无赖 那么我把你这些城池都夺过来 然后我就要到这个托姆斯克城里边住个三年再说 那这俄国人挨蒙古人几次垮仇之后啊 他觉得这僧哥呀 很有可能是说得出来干得出来 还就真消停了 自此还就真不敢在越境去掠夺财物了 哎 这草原民族就得折腾 这北部边疆干一平定啊 这三哥呀 可就看出了南边了 南边是什么呀 叶尔强韩国 人家回教国家 这位置啊 就是现在的新疆的南疆 柴达木盆地啊 周围 这天山呢 和昆仑山家的这个地儿 这会儿的叶尔强韩国呀 哎 他有两个教派 黑山派呀 和白山派 这两派呀 都出自一家 哎 出自哪家啊 这家人呢 叫和卓 那这和卓是什么意思 这和卓们呢 对外都宣称 自己是这个 伊斯兰世界的圣人 穆罕默德的传人 他们说啊 他们的祖先是 穆罕默德的爱女法提姆 和四大哈里发之一 阿里的后人 所以我们这只和卓呀 那叫圣义 哎 圣义的意思就是 圣人的后裔 当然啊 我小事跟您说啊 很多这个国外的穆斯林学者不承认 咱们小点事说 别告诉别人去 哎 他们承认不承认 我不管 反正我觉得是 哎 必定啊 现在这些合卓呀 都是咱们的同胞 那这些合卓呀 本身都是宗教上的领袖 他们现在呀 自己破门自己猜 分成了两个教派 一个是黑山派 一个是白山派 稀了哗啦的可就打了很多年仗了 这白山派的主城在哪啊 现在的喀什 那玩儿就喀什嘎尔 黑山派呢 黑山派的主城啊 在伊尔强 今天的刹车 那有人说了 这亲哥们打架能打到什么程度 亲哥们 这穆斯林对外圣战 那就一个狠呢 我想您在座各位 大个旗都有耳闻 对付自己人的那也是一样 这黑山派和白山派打起来 讲究什么呀 讲究打进城去 要用敌人的血 推动墨房的石墨 碾够一成人吃的麦子 说实话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这后几天啊 都有点如蒙在背的感觉 哎 说在这个时候 这黑山派占了上风 就要把这白山派打的呀 这王教灭种了 这白山派的合卓一琢磨呀 得了 咱们不能甘情着挨揍啊 咱们请外圆 他想到谁了 他就想到啊 山那边的那帮蒙古人了 于是白山派的合卓 颠把颠的派人 翻过了天山 来请这个僧格呀 到南疆这边啊 来帮淳来 那僧格接的这封信 一看呢 笑得鼻叮泡都冒出来了 说实话 这僧格早就看上 南疆的大片土地了 他不但看上南疆的土地 还看上了南疆的人 那有人说 这僧格怎么这么傻呀 看人南疆漂亮的 维吾尔姑娘了吧 不是 他是看着南疆人的会种地 这瓦剌这群蒙古人呢 平时只能是啊 这个喝牛羊奶 吃牛羊肉 实际上 他们挺喜欢吃这个包子呀 面条啊 哎 这些面食的 可是无奈呀 他们不会种地 那他们粮食从哪来呢 就只能啊 和这个伊尔强韩国的这些维族人售买 当然了 有的时候啊 也抡着大片子刀啊 强点什么的 那总归是不够吃的 轻狂不羁 哎 过年呢 都吃不上一顿饺子 哎 他们那会儿过不过年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这意思吧 整个的厄鲁特呀 那常常就是闹粮食荒 这僧格一想的 要是这么一来呀 我要真把这个南疆拿下了 整个伊尔强韩国归我所有 那首先咱这地盘大了 建国称韩吧 其次这粮食不就有了吗 我这整天呢 我这啊 铁饼子 煮嘎嘎嘎 嘎嘎嘎的窝头 我可就是糟 那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呀 于是这僧格一拍大腿 俄罗斯人呢 回头再抽你们 他静下心来想了一条妙计 才要侵吞着伊尔强韩国 可是也让他没想到的是啊 他把这条命 也就搭在了南征的路上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这僧格才要命丧 伊尔强